龙珠超,摩罗和地球融合,应该如何才能破解?这三种方法或许有效。 龙珠超65话中由于悟空一个错误的决定,把仙斗给了摩罗吃,很多人都骂悟空是白痴,但其实我挺能理解悟空的行为,他本身就很喜欢和强者较量,毕竟他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人,这才是我们熟悉的悟空。 但是喊摩罗回去监狱好好关注也太奇怪了吧,总感觉不符合逻辑,还不如直接说放了他下次再打,毕竟那破监狱根本关不住他。 也只能说悟空的情伤是非常低,现在摩罗已经和地球融合了,如果想要打败摩罗,恐怕要牵扯到七个龙珠了,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。 封印摩罗 这是第一种方法,直接把摩罗给封印起来,这跟比克大魔王的下场是一样,像当年孙悟范使用魔风波,把比克给收了,地球才得以平静。 那么根据目前的摩罗篇来分析,摩罗如果和地球融合了,直接把它封印在地球是最好的,一来可以提醒悟空,自己的脚下有一个随时可以爆发的魔鬼,都促自己不断地去锻炼,二来可以让大家恢复往日的训练,悟范也得要加入训练的行列中。 第二种直接灭地球和摩罗 这像极了纳美克星的结果,悟空和弗利萨之间的战斗,直接把纳美克星给灭了,所有人都被迫转移到另外一颗星球,这样是最有效消灭摩罗的办法,但如果是这样的结果。 那七龙珠就得要重新找回来,帮忙恢复一下地球,或者说让神龙重新建立一颗地球,转移人口。 这是最稳妥的办法,悟空和摩罗战斗,其他人就帮忙转移,这样就不会受到摩罗的威胁,悟空也可以放手一波。 第三种把摩罗从地球分离出来。 这一种办法,我觉得不太实现,因为摩罗肯定不会分离的,就像沙鲁一样,你认为沙鲁会吐出人造人吗? 那不可能,地球可以给摩罗运送能量,加上可以威胁一下悟空,拖延战斗的时间,让悟空的体力耗尽,这样摩罗就能有机会打败悟空。 所以这种办法行不通,本身分离就非常离谱,暂时还做不到这样的请求,除非比鲁鲁斯和维斯能够帮忙,要是靠悟空一个人的话,有点难了。 摩罗片结束之后,就是踏上宇宙寻找超级龙珠片,图中看到遇上不少强大的怪物,悟空的极力功又得要升级了。 要不然悟空打不赢后免地怪物,恐怕又是一个漫长的升级过程,看风太郎如何继续把龙珠超延续下去吧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